大家好,我是强子 这次课呢,咱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比较专项性的一个练习 我们呢,就练习使用Java程序设计语言 来开发一个TCP连接的一个客户端 往呢,我们的服务器端发送数据 那我们其实就是相当于在模拟一个客户端了 那么,所以呢,在今天这门课咱们学习之前呢 希望大家呢,能够具备这样一个基础前提 就是我们对Java语言呢,最好有一个基本的掌握 不用太深,有个基础概念就行了 对一些基本的语法规则,对Java的类,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这是最好的 那么,如果说实在没有学习过Java 那大家最好呢,哪怕你学过C语言,学过VB 学过其他任何别的语言也可以 最起码要有一点编程语言的这么一个基础 那么如果一点都没有了 建议大家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些练习 学习一下这个编程的基础知识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测试人员 其实后边还是有很多层面 很多地方 都会要去讲到程序设计 包括整个开发领域的一些知识 因为呢,我们要把测试做得很深入 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是我们的基本功了 所以呢,大家还是引起重视 那另外的话呢,由于我们的开发环境使用的是Eclipse 所以如果呢,有对Eclipse有使用经验的同学呢 那当然是最好的 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反正呢,这次课的这个演示呢 我也会带大家一起把这个过程呢,给走一遍 所以呢,走完了以后 事实上你对Eclipse的基本的使用呢 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最关键的,我们觉得还是说这个程序设计的基础 我们无论哪方面的语言多少都得有一点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啊 Java代码要来能够模拟一个客户端 它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知道TCP的话呢 这个协议啊 它本身做的事情有三件啊 咱们来看一看啊 前面的课程也给大家说过 第一件事情呢,是要建立连接 第二件事情呢,是关闭连接 第三件事情呢 保证这个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那所以呢,它其实做的就这三件事情 那我们呢,现在要用Java来模拟一个客户端 我们同样的也是,其实就是去做这三件事情 那么啊,梳理一下 第一个,建立TCP连接 好,事实上我们如果说到这儿啊 你会发现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流程搞清楚了 我们只需要拿着这个关键字啊 去百度里边搜索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所以其实呢,在真正做事情之前 我们把这个思路里清楚 其实这是最关键的 往往解决问题的过程 相对来说啊 和相比于分析问题的问题来说的话呢 其实分析问题呢是更重要的 好,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肯定需要做的事情是传输数据 我们呢要想办法用Java的代码呢 能够把这个我们要传递给服务器端的数据呢 能够传过去 第三步的话呢 关闭连接 关闭TCP连接 当我们不再使用的时候 一定记得去关闭它 所以呢 我们的整个过程 其实呢也参考着TCP本身的一个作用 咱们呢 把它一一对应过来 无非就是说 现在我们需要使用Java代码呢 来完成这三件事情 好,流程理顺了以后 现在呢咱们就打开Eclipse这个开发环境 一步一步来实现它 好,我们先呢去打开Eclipse Eclipse下载回来以后呢 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那么指定Workspace的目录 这边呢我们就用这个默认的 好,当Eclipse启动成功以后呢 我们直接去里边呢 新建一个项目就可以了 file菜单底下 你有一个JavaProject 好,我们为这个项目起一个名字 通常我们的项目名称呢 以手字母大写开头 专业术语的话全部大写 其他的呢就是手字母大写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名称就叫做TCP Demo好了 这么一个项目 TCP Demo Project 其他的呢保持默认选项就可以了 直接完成 没有其他更多的选项需要去设置 好,那么项目建好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在项目的目录底下拿去 这个创建一个Java的原文件啊 创建一个class 创建一个Java的原文件 同样还是需要取个名字 那么咱们就叫做这个TCP Client Demo 模拟用Java模拟一个TCP的客户段 那么呢勾选这个生成闷函数 那么勾选了以后呢 咱们的闷函数呢自动生成了 不需要我们重复的再去写一遍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无非就是我们在闷函数里边开始来实现这个代码了 那么第一步啊 我们先以备注的方式来梳理 第一步我们是要使用Java呢 来建立TCP的连接 那么怎么来建立这个TCP的连接呢 那么它一定 要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 第一个条件 咱们需要有IP地址 这个一定是明确的 对吧 第二个条件呢 咱们的端口号也一定是明确的 所以呢基于这样一个前提 我们呢就先来定义两个变量 IP地址和段口号 IP地址呢是一个支付串类型 IP等于多少呢 这个IP地址肯定就是啊 我们要指定的服务器段的IP地址 那么我们呢到服务器段来确认一下咱们的IP地址 192.168.187.129 OK 好我们呢 把这个IP地址输入进去 192.168.187.129 好分号结束 那么端口号呢 端口号这边的554 它是一个整数啊 整形 那么我们呢 定一个整形的编量Port等于554 这是我们要建立连接的端口号 好 那么这两个前提条件有了以后 加万里边怎么来建立一个TCP连接呢 事实上非常简单 真的非常简单 就一行代码就可以搞定了 在加万当中我们建立TCP连接使用的是Socket这个类 这个类呢 直接实力化它就可以创建一个TCP的连接啊 所以其实加万呢 给我们把这些东西呢都封章的非常简单了 我们直接调用就行了 Socket那么实力化啊 实力名呢 我们叫SCK等于6Socket 好 这边呢 有下滑线表示呢 这里边有错啊 这个错不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Socket这个类我们没有把它导入进来 所以呢我们直接导入一下Socket这个类 那这边呢会自动把我们生成啊 导入Socket这个类的这么一个条目啊 好 那么6Socket里边呢 我们呢有一个构造函数啊 指定IP和端口号 就这样一行代码啊 就可以建立起来咱们的一个TCP的连接 好 这边继续又在报错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来看看错误消息又是什么 点到这边 好 错误消息告诉我们是没有处理的异常啊 因为呢Socket呢 它会抛出异常 所以呢 我们这边需要呢 捕获这个异常 那捕获异常呢 有可以用try catch的方式啊 我们这边直接呢 可以用try catch的方式直接生成 直接增加try catch的这个定义 那不是这儿啊 直接啊 让它呢包含在try catch里边 很快速的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异常捕获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这是一种方式啊 那还有一种方式吗 我们可以在直接这函数的这个部分啊 直接让它抛出异常 那也就是刚才的讲的第一个部分 直接增加一个抛出异常的这么一个声明 在函数的结尾这儿啊 就可以了啊 这边呢 直接把这两个异常抛出出来啊 两种方式都可以啊 为了使这个后边的代码看上去更加简洁一点呢 我们就让它在函数的后边来抛出异常 以这种方式来做啊 好 这样呢 那我们写一行代码有一个错误 我们就去解决一个错误 有出现一个问题就去解决一个问题 现在这边呢 还会有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又在说什么呢 也可以看一看 警告再告诉我们说这个变量sck从来没有被用过啊 因为我们还没到使用它的时候 所以呢 可以先忽略不计 好 这样呢 第一步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就这样啊 就可以建立了到192.168.187.129的554端口的一个连接 这段代码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运行 那么直接运行的话 在外下课里边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三次握手的过程 那这边我就不再做那个更细节的演示了 那么我们到第二步来 怎么样能够要确保传输内容 或者说传输我们的数据 当连接建立起来了以后 那么我们呢 首先需要有内容传递给对方 那毫无疑问 肯定先得有内容 所以我们也需要定义一下内容 我们就叫content啊 定一个字符串 内容自己呢就随便写了 后边加一个序号啊 也是区别 这是我们要传递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呢 由于它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的 其实上在TCP的这个传输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数据都是以字节流的方式进行传输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字符串类型的content这变量呢 把它转换成字节流 那转换成字节流呢 也是一行代码的事啊 我们呢 byte 这就是字节流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个字节宿主啊 我们把它称之为字节流 那么变量的话呢 随便定义啊 叫我就叫bstream啊 字节流 那么等于content这个变量点get byte ok 就这样呢 就可以把这个字符串 转换成我们在网络传输过程当中的 这个字节流的这种类型 那么由于这边啊 特别注意一下 这边我们的传递的是中文 那所以我们在转换成字节流的时候呢 尽量让它使用中文的编码 gbk或者是gb2312 gb18030都可以啊 中文编码的这个格式都可以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相对于内容就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怎么样去传的过去 好 那么传的过程的话呢 就有两个步骤 那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输出流 把这个字节流呢 把它输出给对方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叫output stream output stream呢 就定义了一个输出流 给一个变点os好了 那么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这边的这个socket的这个实例 sck.getoutput stream 好 这样呢 就定义好了一个输出流 那这边呢 看看什么错啊 没有导入 所以呢 我们直接把它导入啊 这边导入的注意是java.io 所有的输入输出流 都是在java.io的这个包底下的 所以不要导入错误就行了 好 那么 我们有了输出流 有了本身要输出的内容 那么只需要osd write 直接把它写 写到这个输出流里面 那么就可以了 内容呢 是bstream 这个变量 ok 这样呢 第二步就完成了 我们呢 这个内容就一定传递给了对方 那第三步呢 我们讲的就是关闭 tcp连接 关闭tcp连接的话呢 简单到极致啊 一句话 socket这个 实例点close 直接调用它啊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 但是这个过程啊 我们还得重视啊 必须要去关闭它 代码看起来都很简单 好 那这样呢 其实我们整个过程也就完成了 那么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这个代码啊 其实没有任何啊 连一个分支语句 循环结构都没有 没有任何复杂的所谓的算法都没有 就是呢 去调用java的提供给我们的接口 我们呢 把相应的参数传给它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用java建立一个tcp连接 并且传输内容啊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实现 那么现在代码实现了 我们呢 肯定需要来测试一下 看看这种代码有没有什么问题 能不能真正把这一段 这个内容呢 给传递过去 好 我们呢 先保存 首先 回到我们的服务器端 确保服务器端是起起来的 对吧 这边还没有启动 所以我们呢 把服务器端起起来 我们呢 仍然使用啊 这个服务器端端口号554啊 我们这边写代码的地方写的是554 但这个端口号都可以随意更改的 没关系啊 只要两边对应上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段java代码 看一看 能不能成功的把数据发出去 这就是检验我们成果的一个时刻到了 好 运行 直接点这边 三角形啊 运行就可以了 好 运行已经完成 运行已经结束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边有没有收到 OK 我们发现了 这边已经把我们刚才java传过来的数据给收到 啊 所以呢 我们有java 可以往这边发数据 好 我们再来试一次 这一次呢 我们在代码里边改成10001 同样的来运行 看到这边啊 有一闪而过的表明已经运行完了 那么再来看看10001有没有收到 OK 也收到的 证明我们这段代码呢 没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成功的完成数据传送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事实上啊 说到这儿呢 我们也简单来看一看 我们用代码其实也是完全的模拟了一个客户端 这跟我们对于之前我们直接这边的一个界面 有界面的这么一个客户端 它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试一下 发过去 那么这边呢 服务器端收到 刚才我发的这一条 我呢 用这个客户端直接发送 和我用java代码直接发送 你会发现没有任何区别啊 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无非就是说我们这边写的代码呢 没有专门给他画一个界面啊 没有专门给他提供一个客户端的界面而已 但是他本身啊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客户端 这两者啊 是完全等价的 只不过是一个有界面 一个没有界面而已 这根本啊 这不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后台网络传说 服务器端处理的一个关键点 只是说前端的这个客户端的展现形式不一样而已 好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了完成了这样一个练习 好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演示啊 我们这个年练习已经完成了啊 也的功能已经达到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用二下课又能否监控到这个过程呢 好我们呢 就把二下课提起来 同样的 还是监控我们的这个虚拟网卡 好我们现在呢 来运行一下这段加往 这边呢 把训练号改成10002 好运行完 我们看到这边呢 玩下可以监控到一些数据了 先停止 TCP 三个TCP 四个TCP 中间还有一个RTSP OK 没有任何问题 前面三个TCP 看一下这个标志会知道啊 它其实在做三次握手的过程 那后边四个啊 TCP呢 在做我们的四次挥手的过程 FIN的标志 OK 没有问题 一一对应起来的 那这边RTSP呢 这个协议呢 它毫无疑问在做的 就是把我们刚才那个拼装出来的数据呢 给发出去 好 这边杠10002 OK 就那一段 当然因为中间是中文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这个 解码解过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是点点点 但是 英文或者是数字啊 都没有问题 对应的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加瓦发过来的 这个10002 所以呢 对于这个外下课的工作呢 也完全的跟我们之前用 另外一个有界面的客户端来做的事情 都是一样的 那么 我们现在呢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 简短的一个演示程序了 我们呢 就可以做很多尝试了 比方说我现在 我不来关闭链接 我传输完数据 我就放在这儿这个链接 不关闭它 那我们想 如果说这个链接没有被我们关闭 那毫无疑问 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四次挥手的过程 因为没有一个主动发起方去关闭这个链接 链接呢 将会一直存在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设想 这种情况下 一定不会有四次挥手的过程 那么这个设想是否对呢 我们不妨也用2shack来监控 并且检验一下 我们现在啊 重新启动2shack 然后呢 来运行这一段 没有关闭的这一段加瓦代码 来运行它 好 运行完了 我们来看看 先停止 那么这边我们看到的 SYN表明是TCP30握手的过程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FIN 没有这个连接 断开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呢 也跟我们的代码里边呢 完全的一一对应上 所以呢 通过这个加瓦的这一段代码 一方面我们了解一下 怎么样自己来模拟一个客户段 另外的话呢 咱们也把这个2shack和TCP这个协议工作的这个过程呢 更进一步的呢 做了一个深入的理解 那么这段代码啊 看上去非常简单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围绕这段代码做很多的事情 特别是我们在做一些这个网络层面的一些测试的时候 这段代码呢 它其实会给了我们很多灵感和启发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现在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就不再依赖于我们原定好的 开发好的这么一个客户端了 我们不需要客户端了 我呢 只需要了解服务器那边的一个具体的信息 我呢 就完全可以模拟出来一个客户端 这个东西在测试的领域里边有什么价值呢 比方说 我们呢 要使用一个浏览器去访问一个网站 那我现在呢 是否就可以考虑不使用浏览器了 我直接呢 就可以用代码去模拟一个浏览器 给服务器端发请求传输数据 那这样呢 事实上我就可以绕开浏览器和我前端界面的一些限制 我直接抵达服务器 你服务器最近的地方 我直接呢 跟服务器通话 这呢 很有可能就会啊 发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了 那么后边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演示关于飞秋啊 一个局网通信工具飞秋的 让飞秋死机的这么一个一个练习 那么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加深啊 这个理解 就是说这段代码本身不是问题 但是这段代码所引发的一个咱们的这种工作原理和对测试的这种更深的认知啊 希望大家要慢慢的建立起来 怎么样可以绕开一些别人给我们设置好的门槛 直接跟我们想要的对象啊 自己做最直接的交流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从更底层的层面去发现一些难以从纯粹界面操作上去发现的一些问题 好 这节课呢 咱们先到这